作曲 李宗盛 自小我爸爸就走了 在长大的年代 我的同学各个都有爸爸妈妈 没有爸爸这件事 对于我来说 在那时候是一个很遗憾的 其实我爸爸突然间被人谋杀 我很生气 因为我爸爸破坏了一件事 就是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心近爱 惧怕痛苦伤害 就是Nicole的生父 在头湖一两个月 她都有来看女儿 之后她就没有再联络我们 也没有再在金钱上支持我们 我希望人家看到我们三个一家人 很开心心 都可以看到神怎么祝福我们 对了 再仰望你 我用期待眼睛 城市发展越发达 离婚率就越高 欧美国家是这样 香港也是一样 近年的离婚率达到百分之四十 即是每两对半夫妇 就有一对离婚 如果有小孩 就会变成单亲家庭 现在香港就有十万个小朋友 成长在单亲家庭 即是每十个小朋友之中 就有一个 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都充满着不愉快 香港的福音歌手陈方荣 就是在单亲的背景下成长 自小我爸爸就走了 所以我长大的时候 我是跟我的外公和外婆那里住的 我妈妈就住在其他地方 我每个星期都会见过一次 在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我的妈妈就再次结婚 继父是姓王的 在物质上面供应是很足够的 但是越来越发觉 我自己的心灵方面 就好像有些欠缺 尤其是我在长大的年代里面 我的同学 每个都是有爸爸妈妈 我就是没有爸爸 所以就觉得不是很正常 我也不敢将这件事 去跟我的同学说 就记得有一次 有个同学很八卦 看到我的历史测检 不合格 有一个签名是姓郑的 他就问 咦? 为何不是你爸爸签名? 为何是姓郑的?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回答 我也都不敢说 我是没有爸爸 所以我就作了个大话出来 我就说 我爸爸是去了外国做生意 所以就是我阿公签名 直至中学之后 其实那时候一路长大 心里面有一种不满 好像内心里面欠缺一些东西 以及不喜欢香港 所以就跟我妈妈提出 不如我想去外国读书 陈方荣选择了去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个决定 也带来他人生的转裂点 我去到加拿大学校读书 地方很大 但是学生很少 只有120多个学生 但是在一百多亩地的校园 就是很漂亮 但是由校长到校工 全部都是基督徒 但不是挂名的基督徒 而是很有爱心的 所以开始被感染了 直至有一次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 就去参加一个报道会 在报道会里面 就缺制信了耶稣 信主 令他生命完全改变 同时也影响他踏上音乐创作之路 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很无意中 我的音乐老师 就邀请我去参加一个 特别的合唱队 因为是很少人的 这个合唱队 就是每一个周末周日 就是代表学校 周围去不同的地方的教会 去唱歌 我记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找我? 就是我是不会唱歌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的音乐老师说 你可以的 他给我很大鼓励 开始对音乐越来越有兴趣 中学后期 开始都有写一些歌 大学时期 陈芳榮不单止有机会 同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组织乐队表演 亦首次将自己创作的诗歌 录制成录音笛 我向他倾诉 我忧于仇 我信他别去困忧 完成大学 陈芳榮回到香港 在一间基督教络音室工作 因而认识了一班基督徒音乐人 一起揭开了基督教中文师歌 新的一业 我们就自己组成一个组织 就叫做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 那时候就专门一起唱新歌 和推动粤语的圣诗 那时候只有吴炳坚、陈芳榮、雍伟韻、我 我们就只有这几个人 没有其他人 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是很辛苦的 教会是不接受的 我们有打鼓 我们有吉他 这些是不行的 我们不是很传统的性乐 年轻人真的很喜欢 突然之间觉得 好像香港基督教 没有那么死气沉沉 原来可以是很活潑的 不是说旧的歌不好 而是原来音乐来的 音乐是神秘的 要适合那个时代 我到现在都很喜欢唱《成事》 那个问题就是 它有很多的选择 那时候 其实可以说是改变了 香港的中文教会的一种 这种现象 我觉得他们整个教会 都感觉是活潑了很多 后来 陈芳榮有机会移民加拿大 几年后的某一日 一封信 触动了他的心意 记得在加拿大 有一次收到一封挂号信 是菲律宾寄给我 我拆开了之后 原来是我亲生的爸爸 好像粤语残片 他突然间 几十年之后 寄一封道歉信给我 我也不认得他的姓 可能他也是姓陈 可能是菲律宾的华人 去到他的姓 是T-A-N-L-I-M-C-O 就是变了这样的名字 基本上他向我道歉 以及说希望会见到我 但我收到这封信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 因为在我脑海里面 我只是对这个人很憎恨 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 直至那个礼拜日去到教会 在教会 陈方榮有机会 将这件事和牧师 以及教会朋友分享 我牧师也是帮我祈祷 之后我今晚回到家 写了一封信给我所谓的爸爸 我只是称呼他陈先生 我说很多谢你寄这个信给我 我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原谅你 因为在我长大的过程里面 无论我说或写的字典里面 从来没有爸爸这两个字 所以我暂时未能够称呼你爸爸 后来在一个夏令营 陈方榮将这件事 和一位老牧师分享 终于令他的心结解开 我说我觉得我很难去原谅他的时候 他就说 好吧,不如我们就祈祷吧 他没有用任何的高原大致 讲很多理论 叫我怎样去原谅 他说我们祈祷吧 他也是叫我抱着他 伏在他肩膀上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我又不太认识他 抱着他 但当他一祈祷的时候 我就发觉我自己眼泪 是很不受控制地流出来 我只是在这位年老牧师 他的名字叫 Jack 在他肩膀上哭了四十五分钟 之后我就发觉 好像一个很大的释放 到最后我 还可以说 就是跟我亲生爸爸说 爸爸我原谅你 和你是不欠我任何东西 因为当时我的脑海里 是知道他欠我很多东西 那一刻其实我欠耶稣 也是很多东西 但我也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去补偿 所以救恩是白白的 所以我也应该白白地原谅我爸爸 很快聖下 他想说 想从前 不想束缚心爱望 别哭香 不记彻我 放荡失去泣 心旷阔 失足倒退苦独座 泪满河 孤身飘迫醉终泡 是你爱我同我 每刻等我悔过 期待我 期望我一天从头挨奈 让我靠你信你 决心改过振作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陈芳荣回来香港之后 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杨凯思 杨凯思当时也没有了爸爸 小时候我爸爸教书 然后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婦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姐妹 其实在我八岁那年 我爸爸放弃了不做教书 做生意 我妈妈就要帮她 他们一天工作 差不多20小时都有了 经常只有我们自己三姐妹 一年我只有年初一二三 看到我父母 因为其余的日子 他们都是在工作 到我去到中五六之间 其实我去了罗省读书 因为当时我有个男朋友在那边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人 很想跟着男朋友去美国 后来她在美国报名 参加香港小姐选举 又回来香港 虽然落选了 但就有机会进入娱乐圈 其实我拿了一个 最受佳礼欢迎奖 进了TVB做欢乐今宵 做一些搞笑的角色 我想大概是一年松一点 其实我已经很厌倦那个行业 我就决定离开回美国读书 刚刚回到美国 大概三个星期左右 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我姐姐打完告诉我 我爸爸在香港被人谋杀 就是要立刻赶回来 因为爸爸是牵涉婚爱情 而被受杀的 所以杨海思和他妈妈 都很不开心 在他离开之后 我才知道一些 令我很不开心的故事 人又离开了 想问清楚也不行 那心是很放不下 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家里有人被人谋杀呢 这只会在新闻 那些情节里才看到的 不会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很生气 因为我爸爸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我不可以再回美国读书 妈妈突然间好像 好像经济可能突然间紧张 整个家庭好像散 第二件事就是 我突然间拥有了我爸爸的生意之后 我有靓姐渣 我有钱用 因为其实我爸爸以前 他是需要应酬的 我一接了他的生意 第一件事就想到 我要用应酬去拿生意 所以很多时我都是要带一些 比如一些厂家去喝酒 吃饭 所以就变得其实个人都挺迷茫 他都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其实我爸爸走了之后一年左右 其实我在卡拉OK里面 就认识了一位男士 在很短时间内 其实我们就已经是有了BB了 但我们的关系不是维持了很久 在我女儿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分开了 那我就变成一个单亲妈妈了 杨凯思感情失忆 女儿和她一样成为没有爸爸的人 没多久生意也失败 因为我从来一张单 我都没见过的 在那个生意里面 所有的运作我是完全不清楚的 所以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事情是被人欺骗 在我们愉昧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可以继续那个生意 当时我选择了去做保险 很多时晚上 那些朋友就会借你做保险 不如出来认识朋友 就叫你出去喝酒 变成了当时很多时 晚上都是要夜泡 我记得有一次 其实我已经很累了 回到家下妆了 打算睡觉 但突然间有一个电话 就是说你快点出来 谁谁在这里 就是你要来认识他 那很不开心 觉得很委屈 又化妆一路化一路哭 很多的错误当中 杨凯思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就是带女儿回教会 其实最早期我回教会的时候 我女儿仍然在BB车里 我每星期日 虽然我星期六晚都可能喝得很醉 但星期日我就推着我的女儿去教会 其实如果问回我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 很希望的小朋友 在教会成长里面 是可以是正常的 我坐在教会五年 我当时还未相信 但很经常听到牧师 就是说神 爱 其实你说真正听到入语 我不太听到入语 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病 那个病就是一个子宫颈癌 当时我女儿只有四岁 我就很害怕 我打算我会死 但很可惜就是 如果我死那怎么办呢 我女儿这么小 我家人也没有什么 谁可以长时间照顾到她 我很害怕 我当时有一个男朋友 他因为我这个病 他就离开了我 我很伤心 我记得有一天 我在床里哭得很厉害 突然有个声音就跟我说 所有人都会离开你 有一天 父母 姊妹 兄弟姊妹 朋友 但我永远都会跟你在一起 我意识到这把声音 其实就是耶稣 天已开 天已开 花也开 可悔这生人爱 万丈路 请你上半永在 每日里 爱在覆盖 每日里 爱在覆盖 爱上好安大开 找到你安慰 神大爱 赞在 很有趣 在我未信耶稣之前 其实我都很着重金钱 或者名誉地位 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之后 我发觉我整个价值观 是改变了 还有神好像给了一副 很贴的隐形眼镜 我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原来跟我以前看的 刚刚好是相反的 例如就是 我以前经常认为 所有全世界的男士 都是一些不好的人 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之后 原来神告诉我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有一些男性是好人 杨凯斯信主之后 也带了他妈妈信耶稣 令他的生命有很大转变 有十年 我的脑子想不到 没有计划 而且是负面的 我常常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我信了住之后 我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 我懂得如何去 将以前过去的伤痛 交给耶稣 不会再认为这些伤痛 是可以值得放在心里面 我就是将心灵的重担 交给耶稣 我仰望他 也紧靠神 我现在的生命 我觉得自己 都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会这么开心 陈芳荣和杨凯斯 虽然没有了爸爸 但是在父神眷顾下 他们交往 恋爱 结成夫妻 杨凯斯的女儿 终于可以一尝父爱 很照顾我 还有培养我音乐方面 他会教我弹琴 和我一起弹吉他 和唱歌 很多不同科 我都有一些东西会不会懂的 特别是数学 我爸爸就会帮我看看功课 和温暖 因为我中文都是刚刚开始学 所以我写出来 爸爸就会改 看看有什么错 这样 作为创作歌手 陈芳荣依然以音乐作事奉梅界 不过就再不是一个人去做 而是三人行 一家人冠绿诗歌 一起参与音乐报道 家庭专辑 那些歌都是我自己写的 就由我自己和我的女儿一起唱 我太太 杨凯斯 她的专场就是说话的 所以她在一些歌中间 就有一些介绍和一些聚述 现在可能写的歌 我也有一些集中在家庭那方面 比如写《心中的小女孩》 就是说我怎样看我自己的女儿 她小时候我怎样对她 她现在长大了 原来她已经改变了 我的思想也是需要改变 你的爱全然美丽 你的爱充满香气 你声音引导我 我煮满我心意 你的爱多么甜蜜 你的爱将我着迷 我愿意一生全然爱着你 其实我们做了这个专辑之后 在我们上一个暑假 就去了北美洲 就做了大概有九至十场的聚会 有很多时候 讲及事情都是讲家庭的 因为其实今天的社会是很繁荣 很丰富 但也有很多的破碎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但也是透过神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去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们无论到某 即是什么环境 都是有希望的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会告诉你 我以前有爸爸 但他就离开了我们 但是神也很祝福我们 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 看到我们三个一齐 全家人开开心心 就可以看到神如何祝福我 其实我想最主要是带出的信息 就是在我们以前 可能未信耶稣之前的生命 就是一塌糊涂 就到现在了 就是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如何改变呢 我试过去一个地方 在纽约 我很记得那次的情景 就是我说完我的见证之后 我们下来的时候 有个女人就抱着我哭 其实他就是一位 怎样说呢 是去了纽约 而嫁给了一个西人的一位女士 他亦都经历了很多不同 在婚姻 或者是家庭本身 都有很多的问题 伤害 所以当我们跟他说这些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他自己有个希望 对于他来说他不是绝望 我自己去了一个祖堂的崇拜 我又唱又弹又讲 说完之后 那个牧师就说 你弄哭了两个男子 这两个男子都二十多岁 这两个男子都是单亲家庭长大 虽然在加拿大的物质丰富 但其实他们都是经历到 他们的心灵都是很空虚的 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 去说出我神怎样去帮助我 发觉是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是触动到他们的生命 觉得原来是有希望的 我想伤痛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 没有爸爸是其一 有些人有家里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可以信耶稣 就是有个答案 在陈方荣和杨海施一家 我们看到幸福不是必然的 你可能生于单亲家庭 你也可能杀那奸 被夺去拥有的幸福 但他们也告诉我们 一个获得真正幸福的途径 就是相信主耶稣 得到天父上帝的大爱 以致我们在祂里面 也能够真正彼此相爱 这个才是幸福的保证 你生命引导我 我足满我心意 你的爱多么甜蜜 你的爱教我找你 我愿意一生全然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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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